卓西湘排球协会在11月成立 第一场办理的赛事也将在2月19号 由一群热爱打排球以及运动的在地青年所设立 未来希望透过协会办理的各项运动 来带动卓西湘内的排球以及运动风气 卓西湘排球协会在2021年的11月成立 第一场办理的赛事也将在2月19号 由一群热爱打排球以及运动的在地青年所设立 未来希望透过协会办理的各项运动 来带动卓西湘内的排球以及运动风气 很荣幸我们卓西湘排球运动协会能够承办 我们青春杯排球竞赛 为什么我们会承办这个比赛呢 因为我们协会在去年年底才刚成立 乡内有许多对排球热爱的年轻学子也很喜欢 青春杯将在2月19号办理 也吸引各部落的年轻人组队参加 今年更增加一项青壮年的组别 目的就是希望各个年龄层都能够参与活动 过年后大家来动一动 另外排球协会理事长田嘉豪表示 协会不分年龄只要是对运动有兴趣 或者是对于推广卓西湘内的运动活动 都可以来加入卓西湘排球协会 来打造运动健康有活力的元香 记者高双双卓西湘采访报道 我帅行立who 然后我 implementation 还有好惯 请进来坏的小师 İs爬双卓西 purchased 能晨共规问 可以本身 mulheres